记者罗子星台北报道 新版流行花园去年于中国开拍 近来有网友在上海街头遇到剧组 现场传来17年前原版的主题曲 《情非得意更酷》 而是原唱者哈林就在现场唱 完全重现当年剧中画面 枸杞许多剧迷回忆 制作人柴志平也在脸书发文 感谢哈林情义相挺 更赞她是永远的音乐传奇 柴志平在脸书晒出哈林与剧组的合照 并写下17年后 我最爱的好友哈林 再度来到流行花园 为我们唱情非得意 幸福的想要掉泪 你是永远的音乐传奇 柴姐也向本报透露 他们今日下午一点多于外滩拍摄这场戏时 不只演员工作人员都很兴奋 现场也挤爆 吸引超多人住族围观 可见当年流星花园的火红及情非得意的传唱度 流星花园是改编自日本人气同名漫画 2001年由大SF4主演 因此捧红颜程序 宰宰 吴建豪 朱孝天等人 当年播出几乎红遍两岸三地 剧中一幕山菜和道明寺牵手听哈林唱情非得意的桥段 更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新版隔了17年再次重现这个画面 让网友直呼 太怀念了 柴志平晒出哈林与流星花园剧组大合照 翻设自脸书 哈林重现17年前流星花园的经典画面 翻设自爱奇艺 哈林中情义相挺 将隔17年再度客串流星花园翻设自微博